很老的 另外 配22块 汉维科 这个古后 今天的表现相当的一个亮眼 而且法说很热闹 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进行追踪 鼓励行情 在今天元宵节 给大家很多好料的鼓励行情 透过机面来看 今天高低点只有70几点的一个空间 在这边进行搓汤圆的一个模式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前一个交易日 美股还是不理想 中厂本来认为台积电会帮忙 这样拉一把就可以翻红 但是还是变盘了一下 这样算变盘吗 跌26点 9595点作收 成交量的部分是847亿 整个盘面当中的一个变化当中 其实各个族群都有呈现一些 典放的一个情况 像这一次的 像MWC展的相关概念股还是有一些 有表现 还有无线通讯的也有一点表现 然后就是每个族群 运动器材的也有一些表现 生技的也有一些表现 就是都是各股在这边进行典放 我们稍后好好跟大家进行追踪 今天陪大家一起过小年夜的是 我们欢迎的连琴 连大哥你好 明圈你好 各位观众 元宵节快乐 小过年快乐 今天很重要 有一些更传统家庭 今天除了元宵之外 吃汤圆 还有拜拜 团团圆圆圆圆圆圆满满 那我们赶紧来欢迎是我们的建成大哥 你好 明圈好 大家晚安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刚刚出门 老婆还在煮汤 元宵 回去赶着回去吃 谢谢 陪我们一起过小过年 那台股呢 今天的一个表现 我们先透过新闻 整个市场的一些反应也好 那当然景气对策 登号的分数 有增加一分 这也算是好消息吧 透过新闻来告诉你 12月意外终止连石绿的景气灯号 短暂变为黄蓝灯之后 最新1月灯号出炉 综合判断分数提高一分 再度亮起代表景气稳定复苏的绿灯 管检因素 国发会表示 1月机械和电机设备进口值 和制造业销售量指数 都由黄蓝灯转为绿灯 虽然商业营业额 由黄蓝灯转为蓝灯 但相抵之下 国发会认为 国内的景气大致稳定 经济渴望持续温和成长 看未来的一个状况的话 除了我们这次的领先指标 它呈现上扬以外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的景气 外在美国的景气 它是持续好转的 我们再看整个外在的话 其实对台湾整个出口的一个扩张 事实上是很有利的 而龙罩元宵变盘说中的台股 在美股回挡压力之下 全职股无力 中场下跌26点 售在9595点 成交值有847亿元 不过外资操作出现关键变化 外资现货争指2月来 连16买局面 转买为卖 而现货卖超8.2亿元 期货未平仓口数 虽然维持多单 但降到万口之下 流仓多单80002口 内资的部分来讲 其实最近有点尊重欲动 因为年关过后 我想内资的回容 可能都开始去布局 这个OTC的一个个股 是比较多一点 不过攸关内资作价的融资融券 成为前一天金管会会网友的焦点 当中有人提及 融券股东会除全席之前强制回补 常常造成市场主力 有机会诱空杀空 造成投资人大幅亏损 结果会织的曾明宗 也明确表示有意愿放款 借券来源有另外一个券员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另外的一个处理 那时候可能就不用回复了 不过我想可能市场上 目前大部分的一个龙券鱼 还是来自于龙之虎 所以说这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 台股专家认为 日后实施时是否出现轲空行情 还要观察券员状况 而台北外汇市场前一天收盘 来到半个月行高价 5号五盘继续升值 但中场升是收链 收贬2.7分 收在31.507元 这一位云章浩浦 台北报道 好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猜灯迷 闹元宵 哇 导播说根本没有准备 好 我马上出啦 迷面 那当然这个迷底呢 是跟我们证券金融市场 很重要的一位人物 好 迷面我要公布了 二姐的表哥 请回答 那当然是我们的曾子伟啊 这谜底 马上看 哇 我们股市投资人都可以猜得到的 好 我先透过镜面 好 闹元宵一下 透过镜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德英法股市表现得不错 对 现在国际股市的部分的话 确实在欧洲的话相当不错 因为这次的话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获利 这个所谓的这个S&P500 它的第四季的朝报表公布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成长4.3左右的percent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欧洲19.7 将近两成耶 这是非常高很难得的 那欧洲的经济不是很好 但是欧洲的企业获利成长率却高 主要的话贬值 所以他们的顺差创新高 那另外的话因为贬值 海外的话有35% 汇回之后的话 汇兑的收益也蛮高的 所以原则上欧洲的一个企业的话 获利能力稍微比较好 所以原则上你可以发现 现在欧洲的股市的话 表现还算不错 所以我想现在整个所谓的营销变盘 营销变盘 当然跌26点是有一些小回 但是从大盘的K线比较 可是林大哥我补充一点 就是欧元来到了11年来的新低 对 因为我们之前有更贵报道 就是说印钞票 这个印钞票也要跟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规模 来做一个比较 那印钞票 比如说美国印了4.4兆 资产负债表4.4兆 占它的GDP的话是26.6% 但是你看欧洲的部分 它印钞票的话 占它的一个GDP的规模的话 是37% 那我们知道像日本的话 印钞票占它整个所谓的GDP 大概5.9兆 将近6兆的一个规模的话 大概沿着上是60% 所以为什么日本股市还在涨 就是印钞票 那个资在弄 所以为什么欧洲还是蛮猛的 就是因为它印钞票的规模 占它一个GDP的话 大概有37%左右 所以还是一个资金行情 所以原则上我们看我们大盘的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现在全球的股票市场还算稳定 所以台湾原则上 眼交变盘的几率其实不高 但是我们再来看大盘的Kissing图的部分 因为在这个地方 因为股票市场有时候还是会看外资的颜色 大家心里面会受到一点影响 那外资过去是买超买很多 但现在忽然间变卖超了 买超萎缩之后 现在变成卖8点而已 难免会对台积电 对全资股的话有点影响 但是我们来看字卡的部分 虽然全资股休息 因为没有看到 这个最近的话 没有看到所谓的 哇 是大量买进 所以全资股稍是整理 但是你可以发现 利息型的个股的话大涨 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报 选股的方向就是这边 为什么我们来看二月营收 二月营收一定少嘛 过年嘛 而且去年没有过年嘛 去年是一月过年嘛 所以原则上的话 今年是二月份的话 所以跟去年比较的话 我们当然是会大幅衰退 但是你可以发现 红结科的话 跟去年同期比较 还成长了285个percent 那我们看8086的红结科的 一个K线图的部分的话 它反而就大涨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先看一下2455的群星 成长53个percent 那我们看2455的群星的 K线图的部分的话 就大涨 就是说变成利基型的 有体财利基型的股票 我们看6414的华汉的部分 那虽然没有像这两档那么强 但是股价两根红线的话 我们看一下 制卡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营收的话 跟去年比较成长274个percent 那反而营收跟去年同期 比较衰退 旅游上的话 是衰退 但衰退很多的 我们可以发现 比如说像益佳 2402 衰退就破底 或者是2388的微盛的部分的话 那原则上就会比较弱势 那我们再看制卡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发现 包括聚氧知情一直涨对对 但二页营收公布的话 并不是很好 那我们看K线图的话 本来涨是因为它的获利 但是因为二页营收一公布的话 月衰退那正常 因为过年的关系月衰退 年的话还衰退蛮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它的现行的话就稍微比较差 所以现阶段的话是全资股修行 因为外资卖超8亿嘛 但是利基型的股票 有体财的个股的话 依然还是飞旁辰 依然还是一样的话 你可以发现那种 旱地把冲的力道的话 还是蛮猛的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可以发现以二页营收为例 连成长高的股票就表现好 那这个营收比较差的股票的话 就比较弱势 所以现阶段选股的话 更需要学问 更需要研究 当然就是要看股市现场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整理完了之后的话 还是有供9859的机会 这是阿炳房线 之前所讲的阿炳房线 所以原则上9859还是有机会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农券的问题 因为农券还是要强制回补 所以个别股 嘎的最厉害的话 是在这个阶段到事业初 这个阶段 有很多的个别股的话 会嘎空 会嘎的特别的一个强劲 所以个别股的表现 就会非常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指数 没有延销变盘的一个压力 就会变小了 但是个别股的话 有积极活泼表现的机会 选股市最大的一个学问 就是今天我们看股市现场 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OK 尤其今天小年夜 两位来宾准备了一个资料 真的很丰富 真的会觉得很难着手 但是从他们今天的 跟大家汇诊出来的 你就可以知道 台股还是有很多精华 对 还是看到 那个表现很好 其实就是寻股了 真的 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 那我们也请建成先来到 静一面 跟大家做一个 大盘的一个说明 你应该也是会回答 对不对 二姐的表哥 你也是同样的答案 郑主委 郑主委 那我们也来对大盘 因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部分 对台股还是有影响 因为美股连续 呈现了比较无力的 对 高档的震荡 对 我想大盘感觉起来 好像没什么力 不过确实三月份 有很多元宵可以吃 各式各样都有 今天我们都跟大家报告 就怕发胖 这样很好吃 对 没关系 钱赚多一点 薄薄的 这很好的 我想大盘里面 最近真的量不出来 你说指数要多少空间 我说实在是 并不是那么多 那量能不够的原因 有心理的因素 有国际的因素 但是这一波里面 欧洲是很强的 欧洲是很强的 没有错 但是美国方面 好像高档的动画 一下下 那我们本身国内 之前大概一月份 M1B跟M2的年增率 是呈现死亡交叉 我们看它图表就知道了 黄金交叉了那么久 出现死亡交叉 代表内支的动能 是没有办法出现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 整个投信 包括昨天也好 最近都在卖超 今天也在卖超 融资你说有增加一点点 还是很低 所以内支 因为这个两个结起来 好像都没有办法进场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指数现在位置在高档 大家说9600 万点也不够400点 这个会担心 会担心 所以不愿意进场 所以这个简红文 李市长也说投资人 没有信心 对都没有信心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曾主委有提醒大家的 美元指数这几天在创高 外资会变心 今天变心了 小变心 你看吧 主委都提醒大家会变心 我们二杰的表哥好厉害 外资今天卖8亿 但是卖的不多 你不要因为看到 外资在卖以后在害怕 期货多单 进多单剩下8000多个 你在害怕 我觉得还好 我等一下给大家一个观察指标 美元指数 这是月线图 11年的高点 这是月线图 所以这一段时间涨多少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会担心外资会绕跑 所以大家迟迟不愿意进场 今天讯息就是印度又降息 等于今年来第二次降息 然后巴西升息 巴西升息两码 美元继续一支独秀 对所以这个就是欧元继续落 因为欧元要印钞票 他印了那么多钞票 他去买欧洲的公债 买欧洲的股市 不见得会留到其他地方去 那美国在收资金的一个预期 所以美元在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有些钱会不会跑掉 会 有些会移动 但是没有那么紧张 现在看不出来 另外呢 这长久的一个现象 海外股市 之前我们看到了 海外基金 付委托都不再创高 流到海外去了 房市的冻结之间 房子卖不掉 我们有钱进股市 所以这些都是长久的因素影响 所以量能低迷的原因有很多 心里面因素最大 这个我觉得 当然外资的态度也是很重要 不过我们有破解之道 国际股震荡 最近大盘在 也在大型股都在修兵 指数不会好 我给大家观察 有没有看最近这几天 2月4号的高点9533点 2月24号的跳空多方缺口 就是过完农历年 开红盘那一天 量最大 是在9542点到9582点 我们看一下K线图就好 短线上 你说这边回导 9533也好 这个缺口也好 其实都还是手稳的 都还是手稳 那我们起码说 短线多头力道要很强的话 这个位置点 我刚才讲到两个位置点 不要跌破 或者是我们习惯用 整数关卡 给大家一个数字 9500 9500 9500不要破 你就选股票做 大盘的指数 你都在上去有多少空间 你不要管它 9500不要破的话 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端很多元宵 给大家吃 好好把它 真的 都很有料的 而且最近你们看到 不管上市跟上柜 都是小心股比较强 而OTC也涨八天了 所以有很多的展览 3月份 我们过去在民间节目 提案过 3月有很多的展览 还有呢 3月有很多公司召开董事会 鼓励行情 对 汉维科配22块 22块 今天涨停了 创新高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可以留意的菜还蛮多的 可以个股掌声鼓励 大盘继续搓圆 对 让它慢慢戳没关系 但OTC很强啊 OTC头肩底都打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啦 中小型个股呢 应该是3月份里面的焦点 那至于怎么样选 我们待会跟大家做报告 OK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外资在终结连16买之后 其实卖超但卖的不多啦 对啊 8亿而已啊 买了几千亿 你们一直在算 我买 连几买 我就给你终结 不要再算了 对 连续买总会有休息的时候 怎么可能一直买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好 不要 除非你看到哪一天 卖了八九十亿 一百亿 你可能要紧张一下 OK 卖这个 就算买二三十亿 卖二三十亿 我也觉得 不要那么担心 好 那头信似乎没打算 认真做账吧 他继续调节 可能有输回的压力 好 因为位置没那么高 待会儿会跟大家研究 对 但是呢 在卖的过程当中 他买了什么股票 这个就是焦点了 购牌的咪啊 因为人家有团队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自营商的一个部分 刚刚凑过界面 今天自营商 元宵姐有小买一点 自行买 2.36亿 但外资在期货盘的多单 今天也一口气 降了三千多口 对 所以是多单八千零二口 那提供给大家 来做一个参考 那美股跟陆股的 最新状况 已经在下阶段回来 我们完整 为大家来做报告 国发会公布 一月景气灯号 由黄烂灯回复到绿灯 综合判断分数为23分 较去年12月上升1分 显示国内的经济 保持温和成长 大陆总理李克强 今天在人大会议 进行工作报告 预言今年的中国经济 面临困难 可能会比去年还要大 正式宣布下调 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为7%左右 较去年的7.5% 下降了0.5个百分点 再创改革开放后 历史新低 公研院计划预估 今年台湾IC封装测试的 产值可到4763亿 较去年成长4.9% 展望今年将延续 手持式装置 以及物联网成长动能 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 还是推升IC封测页 主要的成长 汉维科法收汇之后 多家外资出面罕进 并且上修目标价 激烈汉维科盘中股价 工上涨停 再创1780元的盘中 历史新高价 中厂收在1760元 上涨5.71% 而其中有港系外资 更喊出汉维科股价 上看2415元 大力光自行结算 二月份合并营收 26.16亿 月减35% 年增64% 公司表示 第一季是传统淡季 三月营收将开始回温 月比跟年比都会成长 受到农历年节工作天数 减少影响 巨洋二月营收15.87亿 月减19.7% 但因为目前的接单踊跃 三月营运 渴望恢复正常水准 董事长周立平表示 希望今年获利成长速度 能够超越营收成长速度 利品增加一成 京元店董事长李金工表示 今年的营运目标 希望较去年成长 大陆的苏州新厂 在八月或九月 机台陆续进驻 预计最快今年底 渴望开始逐步工钱营收 说到农历长假 工作天数减少 加上部分客户订单 提前在元月拉回影响 瑞宇二月份合并营收 滑落到20.92亿 月减25.36% 年减6.86% 创了20个月来新低 东北公布二月份 营收6.23亿 年增3.7% 月减26.7% 东北预估3月起 均有双位数以上的成长 照明地带能见度超过预期